而虽然本土疫情逐渐在趋缓 但是近来其他病毒是大举进攻 根据临床医生就说了 目前最强见的三大病毒 包括像是呼吸道融合病毒 另外是像是流感啦 还有腺病毒其实也蛮不少的 尤其特别就要提醒这样的呼吸道融合病毒 后发于两岁以下的幼童 一开始症状包括像是轻微咳嗽流鼻水 但是后续不注意 很容易造成呼吸道堵塞 甚至出现了匆名声等等 甚至还会引发到气喘 家长不可不慎 不仅如此根据研究还显示 如果你同时感染多重病毒死亡率 会提升到八倍之多 也因此黄立民医生就示警了 最近这三个月是关键 民众一定要尽量避免重大感染 此外还有专家预估了 说今年恐怕会有四百万人感染流感 因此事上口罩还是要戴好 同时勤洗手降低感染风险 儿科门诊满满小小病号 医师细细诊断 就怕是有幼童呼吸道杀手支撑的 呼吸道融合病毒RSV 好像秋冬开始会很多病毒都大爆发了 最近RSV病毒密集扩散 尤其有两岁以下孩子的家庭更要注意 一开始可能只是轻微咳嗽流鼻水 但后续容易造成呼吸道堵塞 进而出现孝明声 医师也提醒因为感染后肺部容易敏感 很可能引发气喘 呼吸道融合病毒有人叫它是婴儿气喘 它容易造成下呼吸道的感染 同时会有大量的分泌物 也就是痰很多 那这个对小小来讲是一个很具威胁性的东西 因为小朋友的气管比较细 对于说生命有威胁的族群 通常都是只一岁以下的小朋友 因为他们的气道更窄 所以说一旦发生有哮喘 或者是说那个呼吸道的不舒服的话 其实对这些的气道 原本就相对尺寸比较小的小朋友来说 会有更大的威胁在那里 面对新冠肺炎流感和RSV的三面夹击 对家长可说是一大挑战 专家更预测 今年恐怕有四百万人感染流感 医师也市井 如果没控制好 秋冬恐怕会爆发 多重感染 死亡率最高会增加八倍 你有些时候没有办法抓到所有的病毒 因为你可能诊断到第一次病毒 你就满意了 你就开始治疗了 那除了你用比较昂贵的诊断工具 你才有办法把所有病毒都诊断出来 病毒直摸乱舞 医师建议民众还是要戴口罩 勤洗手 千万不要因为国门解封就松懈了 让病毒有机会发动攻击 藉王嘉庆 刘一轩 台北宋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刘一轩 中文字幕志愿者 刘一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